背面是山 過去是軍事藥地 戒備森嚴 經過市府這兩年修復 如今變成這副模樣 市長在對步的時候 身體也要稍微轉一下 市長李悠昌親自開箱 入園參觀 和小朋友一起體驗 AR射擊遊戲 透過每個關卡 邊玩邊認識 進入大歷史場景 過去的歷史 入園後的藥塞司令部 越越越美麗 建築前的石碑 見證基隆風光的歷史 金融藥塞司令部 1928年9月動工 先後歷經二次世界大戰 228事件 以前是軍事藥地 民眾根本不能進去 但市政府經過兩年修復 如今變成新樂園 我想這個地方以前是警總 也是軍營 在基隆人的歷史裡面 它就是一個非常嚴肅 森嚴的一個地方 我們透過這次大基隆歷史場景的計畫 把這個歷史的空間 把它解延 我們從整個策展的過程裡面 還有空間的一個部設裡面 我們讓基隆的市民 以及台灣的老百姓 重新認識基隆 也重新認識台灣的一個歷史 另外因為空間解延的關係 我們在裡面也規劃了很多小朋友的這種認識 或者是體驗歷史的這些互動式的一種裝置 我們希望透過空間解延 把一個這個森嚴的軍事的一個場所 變成是小朋友的新樂園 所以也在這邊邀請大家 6月10號到6月19號 到我們的基隆來參加城市本覽會 到這個地方光復營區 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歷史的體驗 不只展示歷史的文物 還有科技體驗的互動裝置 成了親子互動的好去處 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是古蹟的本體 大概就是這個司令關在的一個辦公室 旁邊這一側的那個軍補庫房 其實是我們另外搭建出來 就是模仿當時彈藥庫的一個儲藏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採取的是日本的楊小屋的形式來搭建 所以大家到二樓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它的屋脊的呈現 那當然因為只看到歷史的部分 我們要如何展望未來 我們其實是透過AR跟體感的科技方式來互動跟體驗 所以在光復樓的部分 我們把它變成暗場跟展場 那小朋友進到空間裡面 可以透過體感跟透過感應 來進行一些沙灣的砲擊 去遙望過去侵犯戰爭時 或曾經有過的一些歷史痕跡 軍事要地全面修復 打造虛擬的互動裝置 一改嚴肅不敢親近的形象 讓民眾可以一窺原貌 今年的城市博覽會 將用全新的面貌 讓全台民眾認識基隆 記者黃梢明 基隆報導